各位朋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13日 星期一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 先和各位朋友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1991年深水埗的終標劫殺案 事隔32年 昨晚突然間說抓到人 整個過程如何 當年是哪個案子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1991年深水埗的終標劫殺案 疑犯兩年之前被警方鎖定身份 曾經販毒 去年出獄 昨天來到香港奔喪的時間被捕 報導的內文提到 1991年深水埗二手終標譜 發生這個槍殺劫案 事隔32年 警方拘捕一名59歲姓文的內地男子 懷疑與案件有關 案件再有更多內幕細節流出 據了解當年三名劫匪偷渡來到香港犯案 失手過後 又以同樣的方法 偷渡回到內地 所以未有留下任何指紋 還有出入境的記錄 到兩年前 警方得到更多突破性的線索 得知其中一名劫匪的身份 到日前 11月11日 這個姓文的內地男子 經深圳灣內港奔喪和旅遊的時間 被揭發在通緝名單上 隨即被警方拘捕 消息說當年發生槍殺劫案過後 警方在現場檢取到指紋還有DNA 但翻查這個指紋資料庫 就未有任何記錄 案件一直都成為原案 大約兩年前 警方得到更多突破性的線索 得知當年三名劫匪偷渡來港犯案 之後再用同樣的方法偷渡回到內地 消聲匿跡 另外又得知一名59歲姓文的內地男子 與案件有關 但當時未知他身在何處 虎無頭緒 只能把他的名字放在通緝名單上 到日前 姓文的內地男子乘坐7人車 經深圳灣來港奔喪 順便來旅行 不過入境的時間被人拘捕了 據悉這個姓文的男子多次否認自己和案件有關 又說自己從來未來過香港 但政府化驗所根據他的指紋還有DNA 與當年的疑犯所留下的指紋和DNA作對比 證實兩者吻合 消息又說這個姓文的男子是深圳保安人 說有販毒的前方 早年被內地判監7至8年 直到去年才獲釋 之後在當地的一間工廠工作 生活極度老倒 平日需要靠親戚的接濟 究竟說哪一宗案件 話說根據HK01相關報道 1991年深水埗中標劫殺案 話說這個標行警鐘失靈 職員拖時間 結果被軍太陽穴慘死 同一日葉繼歡就駭劫五間金舖 報導的內文提到 32年前深水埗北河街一間中標行 遭到三名省港騎兵的行匪辭械行劫 刷人一無所獲 更加開槍擊斃一名男職員 三名劫匪一直到逍遙法外 直到近日這位內地男兒犯入境落網 這宗案當年軍動全港 標行的警鐘失靈 男職員拖延時間 以至劫殺案變成命案 以至劫案變成命案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日 拆王葉繼歡和他的黨羽 也持AK47連劫官堂麥華街五間金舖 當時警匪激烈槍戰搏火超過50槍 拆擋槍一名的士司機 最後掠走1000萬元的珠寶金色 這宗案案發現場 當年北河街的1A號二手中標店 叫做信法商行 現在上紙都已經拆了 改建成為私人住宅 根據當年的傳媒報道 1991年6月9日 三名持槍行匪闖入行劫 一個人在門外把風 另外兩個人假裝顧客幫忙 事發時間店內分別有 姓羅的東主 東主的媽媽 還有兩名任職職員的姓鄭兄弟 姓鄭的弟弟鄭啟臨 按發時間52歲 就坐在近門口的鐘標櫃 當時兩個人進去店鋪過後 持槍指嚇 姓鄭的弟弟開櫃 在帳房的東主 打算按警鐘求救 誰知警鐘失靈 只好暗中上樓梯 按動角樓的警鐘 姓鄭的弟弟就跟劫匪說 店內並無貴重物品 藉此拖延時間 不過舉動被槍匪發現 同時警鐘大響 有人盛怒之下 開槍 軍向姓鄭弟弟的太陽穴 最終他送院過後慘死 以上來自HK01 還有星島日報的報道 都可以說是天網恢恢 這個內地男子現在不斷說不是我 但子毛和DNA吻合 事隔32年 想不到他再入境 香港的時間 竟然落網 當然事件相當離奇曲折 還要有待了解 案件原來發生在1991年 當日 殺了一個人 令B商同一日 葉繼歡 就在觀塘那邊打劫金舖 基本上那時候都有點混亂 省港騎兵很厲害 打完劫 於是乎就馬上偷渡回到內地 和現在的爆涉案都可以廢 因為在說爆涉完 又是用同樣的方法 偷渡回到內地 又沒有人知道 甚至現在都可能 光明正大 偷完事做完事 趕快就過境回去 結果當年一走 一去沒有回頭 估不到事隔32年 在昨晚有關的人士被捕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新大嶼山巴士 撞到24歲的女徒人 送院的時間 她貧膚很痛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大嶼山在昨晚發生嚴重車禍 傍晚6.9 一部新大嶼山的巴士 沿這個的漁南道 往東沖市中心方向行駛 駛駛駛長沙消防局的時間 撞到一名24歲的女徒人 她的腳部嚴重受傷 在男性朋友陪同之下 由救護車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 送院的時間 貧膚很痛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成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看到內文的報道 都覺得這個女生一定很痛 因為腳部嚴重受傷 送院期間不斷喊痛 事件還要有待了解 為什麼會這樣撞 另外也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油麻地 日前倒閉鐵枝 是窄賭工人 31歲的地盤男工人 頭、手、腳、多處重創 留意一日情況危態 報導內文看到 油麻地道船街與金屬街交界的 中九龍江線地盤 在日前11月11日下午 發生工業意外 有吊備車吊運鐵枝 到一個離地10米深的深坑期間 多條鐵枝突然墮下 省內的4名工人受傷 其中一名被困獲救的31歲姓吳的男傷者 頭、手、腳都受重創 送院施手術搶救過後留意 政府新聞處一度說他今天雙重不治 不過及後跟證 他的情況仍然危態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樣說法的話 政府新聞處的錯誤也挺離譜的 就是昨天政府新聞處說 這個工人是雙重不治的 不過其後又要更正 原來工人現在還是在危台當中 繼續留意的 希望他大步濫國 不過相關政府新聞處 可以有個這麼奇怪的錯誤 亦都受到各界的批評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個六十多歲的男子 在油麻地遇女子兜搭 帶上樓 遭到兩名光頭的男子 搶走價值超過七萬元的今年 報導的難民提到 在昨天晚上六點多 警方接獲一位六十三歲姓林的男子報警 說給一個女子帶到油麻地尼敦道的一個單位裡 之後遭到兩名非華裔的男子 搶走一條價值約毛七萬四千元的今年 其後是奪門而去的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又是這樣 被人帶了上樓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帶你上樓 一定有原因 結果上樓就被兩個光頭男子搶走今年 同樣的案已經不斷發生當中 暫時未有人被捕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